其实现在问题就是出在远架上 还有我爸不愿意沟通上面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这一些 就是不沟通 就不沟通嘛 不沟通我都 不沟通我真的没啥办法呀 就是说想好好的 想好好的去 去处理这个事情嘛 去去解决 就是说不沟通的话 就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说说要问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我爸愿意 我爸愿意出来 跟小迪哥吃顿饭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事情 拿出来讲一下 就是说 也让我爸了解一下小迪哥 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 因为要了解一个人的话 我们得 我们得就是 多接触几次 多在一起相处几次 是不是 主上爷们你们说是不是 主要是现在就是拒绝沟通 他拒绝沟通 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对吧 从哪里下手 所以这个 这个才是最难的 小迪哥他找了我爸爸好多次的 就是从那一次 从我爸回来那一次 他基本上每天都在找我爸 如果我爸不见他的话 他就给我爸发短信 发短信都是那么长的 都是那么长的文字 就是编辑了一段话 发给我爸 都是这么长的 好几百个字的 就跟我爸讲了很多很多 讲了我们刚那时发生 发生那些事情 然后就是 还讲了以后 他以后有什么样 什么样的打算啊 但是我爸就是 好像都给他否决了 真的 好几次 好几次发了这么长的 那个短信 真的 特别难 我爷爷奶奶 他是同意的 我爷爷奶奶 他是同意的 小迪哥他本来打算 在这边买个 在这边就是 下面有几户 人家踏不住的 然后 然后房 有个他准备买 在那边买个房子了 买个房子 然后就是 嗯 经常在这边 帮帮我们家 但是嘛 但是这个想法 我爸好像也是不同意 但我爸这个想法 他也是不同意啊 也是 也是 嗯 不太看好 他不太看好 这个想法 然后就是 小迪哥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实在没遮了 真的 把能 把能想的那个办法 把能想的那个办法 都给他想了一遍啊 就是 就是没办法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我明天 我明天 找小迪哥 还是说 让他缓 缓个三四天 缓个一个星期的 还说缓个一个星期的 叔叔阿姨们 我们下面有个预约啊 我们给他点一下 下面的预约点一下 下面的预约点一下 在这个位置 叔叔阿姨们 我们都预约了没有 有没有都预约上 有没有都预约上 我们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就是 我可能我爸回来吧 我爸回来 然后 然后 我看一下 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 我们下次直播 要不要把小迪哥 找回来呀 你说我们下次 5月4号直播 要不要给他找回来 找回来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把这个事情 给他处理一下 给他处理掉 看不见吗 看不见 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 谈一下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 我们5月4号的时候 要不要给他 就是喊回来嘛 喊回来一起 就是把他找回来 叔叔阿姨们 在下面这里 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 谈一下 重新给叔叔阿姨们 谈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 我要把小迪哥 找回来的话 你们给我 给我扣个1 你们给我扣个1 我看一下 有多少叔叔阿姨们 是希望小迪哥回来的 谢谢叔叔阿姨们 咱们 咱们希望小迪哥回来的 咱们扣个1 咱们把1扣起来 咱们希望他回来的 咱们都扣个1 我看一下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咱们都给他扣一下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希望他回来的 希望他回来的 我们都给他扣一下 走 叔叔阿姨们觉得是 觉得我 我等小迪哥来找我 还是说我去找他好吗 现在原价的话 可能我家去小迪哥那边 要十几个小时哦 你们觉得十几个小时远吗 你们你们觉得十几个小时远不远啊 有预约的呀 有预约的呀 叔叔阿姨们在下面这个位置 在下面这个位置 叔叔阿姨们我们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不远啊 叔叔阿姨们都觉得不远 是不是 但是我爸我爸是觉得 路程超过一两个小时 他就觉得远 真的 像我们这边村里有很多人 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 驾到一个小时 两小时的路 他们就说那都算远价了 真的 我们这边的话是觉得 路程超过 超过两小时 他们就觉得远哦 没有吗 没有吗 我手机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 我手机给叔叔阿姨们谈一下 有没有啊 现在有没有 叔叔阿姨们 你们 呃 你们的 你们的女儿都是 嫁得比较近的吗 你们有没有远嫁的呀 你们 你们家女儿有没有远嫁的呀 叔叔阿姨们都是过来了啊 你们 你们经验比较多 呃 我看看 我看看那个 叔叔阿姨们碰到这种事情都怎么处理的啊 嗯 咱们 咱们现在下面有预约了 有预约了已经 有预约了 已经有了啊 有的 有的咱们给他点一下 嗯 国外 国外呢 这么远呢 太远了 我这 这个十几个小时 我爸觉得太远了 真的 没有办法 三里 嗯 主要是我们这边三里交通也是很不方便的 我们 我们三里他不通公交 他也不通车 就是说回来的话要不就是走路走要不就是包车包车的话很贵的 包车的话太贵了一百一百块钱一趟一百块钱一趟一般一般人家也不也舍不得包太贵了真的 我们平时摘个茶叶一天一天都赚不到一斤一天都赚不到两百都赚不到一百块钱的真的 嗯 村里也在船里也在船就说说什么说他说这个老师过来找我说什么还跟我爸说说我爸跟我爸说以后什么老师过来找我说我这样被人家看见了以后我都嫁不出去这样子就是说他们三里就是我们这边三里就是传的话啊就是说你你都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会传的传的很难够传来传去的 就是把这个话传的不好听啊然后我爸听了肯定也生气啊嗯因为因为平时爷爷奶奶住这里嘛爷爷奶奶因为我爷爷奶奶比较喜欢小狄哥小狄哥那也比较开心的然后然后他们就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嘛就说我奶奶什么不交好孙女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传了一些难听的话可能传到我爸 我爸爸我爸爸多离去了啊然后就是特别特别难特别生气啊一个我爸生气主要是因为原价还有那个生气啊那些人讲的确实是太那个了然后就生气嘛然后一生气小狄哥想找他解决问题就更不好解决真的一点一点爸爸都没有真的我爸爸我爸爸他是 我爷爷爷奶奶是比较喜欢小狄哥的然后别人讲什么嘛他们也都是笑一笑笑一笑因为因为别人要讲什么也没办法是不是 嗯咱们又别人要讲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去拦着别人呀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不讲 然后我爷爷奶奶也只是笑笑笑笑但是我爸的话因为他有个大伯嘛有个大伯你叔叔阿姆应该也知道的那个大伯他就是也一直不太不太看好我们家就是说讲那些话很过分 然后我爸妈又觉得我爸从小又那个那个大伯小时候就性格上就压压我爸比较压着我爸的我爸他小时候也欺负我爸我爸也比较听他的话然后那大伯那么一说嘛我爸就更生气了嗯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觉得我要走出大山是吗叔叔阿姨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走出大山更好呀 叔叔阿姨们什么都觉得主动联系小迪哥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嗯我去找小迪哥的话你们扣个一呃如果你们觉得小迪哥来找我的话你们扣个二嗯钱的话之前给我大伯的钱之前给我哦之前哦是的是的哦之前给我大伯的钱我那个我奶奶后面看到视频了我奶奶后面看到视频了我奶奶后面看 我奶奶奶后面看到视频了他去保温温温大伯把那个钱要回来了他去问大伯要回来了然后嗯嗯不不能不能让大伯就是嗯拿那么多吗你们说不是不能不能让那个不能让大伯白他那么多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钱也都不好挣呀说是不是这个钱也不好挣 嗯嗯叔叔叔阿姨们还是希望我去找小迪哥比较多的啊叔叔阿姨们还是希望我去找小迪哥比较多的嗯但是也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是希望嗯等小迪哥回来的啊叔叔阿姨们也是也是希望小迪哥回来 嗯嗯我是不会放弃小迪哥的嗯小迪哥他也他也跟我说过他不会放弃我只是说最近这个事情只是说最近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真的真的就是给我们俩加了很多的困难啊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想好好的好好的一起去外面嗯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想一起去外面一起去努力带我去学习带我去见更好的世界没有想到呀我们出了这样的问题嗯嗯我 我不会放弃小迪哥的我相信小迪哥的我相信小迪哥也不会说轻易的放弃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嘛就是说这个事情他真的真的很难啊真的特别难 嗯嗯嗯嗯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会坚持的我会坚持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俩都很着急的把这个事情要想把这个事情解决因为我们觉得拖一天拖一天这个事情 我爸就对他印象不好一天就多一天这样子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运约大家都点了没有啊一月都点了没有 有没有都点了 怎么在下面啊咱们都点了没有 嗯咱们没有点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可以给他点一下啊 嗯咱们也可以点点上面这个转发的这个点点转发的这个我们把我们把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 嗯嗯嗯嗯就是知道我跟小迪哥的故事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来支持我们啊嗯咱们预约在这里啊预约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转发在这个位置哈 转发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预约在这个位置在下面 我爸他就是拒绝沟通嘛真的拒绝沟通我真的很难说真的拒绝沟通了 叔叔阿姨们我们都点了没有 嗯咱们在的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给他点点小迪哥我不知道小迪哥能不能看到直播哎 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小迪哥他现在在不在 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你们觉得我这个东西发出来小迪哥能看见吗 你们觉得我现在讲话小迪哥能不能听见呀 给我蘸一下 没有嘛没有吗 没有余预吗 那我重新弄一下啊 那我重新弄一下 有了没有叔叔阿姨们 有了没有 现在有了没有 没有吗 没有吗 什么情况 这个是我网不好呀 有了没有 叔叔阿姨们现在有了没有 有了吧 有了吧叔叔阿姨们 咱们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我们可以来点一下 咱们5月4号直播 我看看要不要 我看看怎么样 我看一下叔叔阿姨们 叔阿姨们你们想一下 如果你们帮帮帮我 帮帮我叔叔主意 你们觉得如果 如果小迪哥没来找我的话 我应该是用什么理由 去去叫小迪哥回来呢 我应该用什么理由 去叫他回来呢 我不能说让他回来 让我回来找我爸爸 我不能说让他回来 找我爸爸吧 因为因为我爸 那个他就是拒绝沟通呀 把他拒绝沟通 你们说如果我找小迪哥的话 我用什么理由 喊他回来比较好 但是我找他的话 我得有个理由 我得有个理由找他吧 我去找他吗 我去找他的话 但是有些叔叔阿姨们说 那个他 等他来找我 如果他没找我的话 我找他 看看就是 就是这两天嘛 就是这两天 这两天 咱们把这个事情 这两天 咱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 叔叔阿姨们 你们有没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呀 有没有从那个一开始 从第一个视频就开始看我们的呀 嗯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从那个第一个视频 就开始关注我们的 就是说 我跟小迪哥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嗯 怎么 咱们有的话 咱们打个有字啊 有的话 咱们打个有字 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谢谢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们 一起支持我们 嗯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都是一直 一直在看我们视频的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都是一直看我们视频的 嗯 从开始 嗯 谢谢叔叔阿姨们 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 都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的 真的特别感动啊 嗯 叔叔阿姨们 一直陪着我们 就像那个 爸爸妈妈一样啊 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 一直陪伴着我们 真的 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心啊 给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光华 真的非常感动 特别感动 真的 真的 能能遇见叔叔阿姨们 是是很幸运的 一件事 也很幸福啊 嗯 也是因为有小迪哥 他把 他把我的那个视频 发到了网上 我才有机会 认识叔叔阿姨们 嗯 我爸 我爸他就是讲不通 我爸不知道 这个怎么跟 小迪哥 他最近因为一些压力 一些大 事情压力太大了 他 他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回来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他会回来吗 真的 我已经 我已经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了 我已经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了 预约 预约在这个下面啊 一直一直在这个下面 预约在这个下面啊 叔叔阿姨们 预约在下面 咱们在的叔叔阿姨们 咱们可以给他 可以点一下 可以点一下 我行 嗯 我心里 我心里 我心里是 我心里是觉得 觉得 觉得我爸那边比较难沟通 还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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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迪哥 他压力也很大 我心里就是 不想跟小迪哥 分开 因为 两个人 两个人 能遇见啊 能遇见 然后又相互喜欢 相互喜欢 又在一起 真的非常不容易 叔阿姨们 你们说 是不是 现在 现在就是 找个相互喜欢的 应该很难吧 找个相互喜欢的 真的很难 嗯 现在找个相互喜欢的人 真的很难 然后我也不想 小迪哥 因为这个事情太难过 因为一段感情 他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美好的嘛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嗯 让这个感 事情瞬间就变得 没那么美好了 我也希望小迪哥 他在这个感情里面 他能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快乐一点 幸福一点 我不想他每天 一想到这个事情 就很丑 我感觉 嗯 嗯 我感觉 我感觉 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就是要带给他快乐 我不想带给他 那么多烦恼 嗯 现在我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就是不想跟小迪哥分开 因为遇见真的很不容易 嗯 遇见真的特别不容易 以前 嗯 嗯 就是说 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的吗 是不是 会遇到很多人 但是嘛 遇到一个 自己相互喜欢的 这个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 说是阿姨们 你们说是不是 一辈子遇到那么多人 能能有几个呀 能有几个是 相互喜欢的呀 又 又那么想 好好的在一起的 真的特别少 真的难遇到 我突然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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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 最近碰到一个人啊 就是感觉很熟悉 感觉特别熟悉 我最近碰到一个人 感觉特别熟悉啊 说说阿姨们 咱们有没有 那个视频 就是 嗯 我朋友